這個跟這個結合在一起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游標先放在這邊 我先把這個 複製一下 貼上 除以什麼 除以 特別說抗者 請你在這邊再做一次 然後F3 開槍91 按確定 除以 開槍91 按確定 好 機率就算出來了 就是多少 百分之 2.45 可是 他要我們做的格式 不是這樣 特別注意 就是0.024 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格式 做成什麼 做成這個樣子 就是萬分之多少的話 特別注意 如果說我要把這個機率做出來 像這樣按優件 出售個格式 出售個格式 然後呢 你就直接 怎麼樣 把這個格式 制定一下 這個前面 請你用問號 12345 5個號碼 空一格 斜線 空一格 1萬 OK 完成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把這個 改成 這樣子的格式的話 記得 這邊按 滑鼠右鍵 儲存的格式 裡面的什麼 制定一下 把這個地方改成 5個問號 應該懂 5個問號就是 你原來裡面的值 放到這邊之後 除以 1萬之後 它顯示出來就會這樣子 OK 按確定 好 做完了 箱下填滿 OK 那這個怎麼做 你把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好 太快了 那我先做一遍 我等一下會把重點回顧一下 再貼上一下 正把改成92 正把改92 打勾一下 填滿 那這個格式 複製格式一下 貼過來就好了 有沒有 這樣就好了 好 太快了 好 那 倒帶一下 我把重點提示一下 以 90的這個範圍 應該沒問題吧 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 開講91 這個範圍 所有的數字 開講91 對不對 那92要不要 92也要 一樣 開講92 這第一個步驟 OK 第二個步驟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 練習一下 91年 1號 開出幾次 91年 那這邊的話 我們用一個函數 叫 Count if Count if 然後呢 你就去計算什麼 這邊 插入函數裡面 有統計 把開講91 的那個範圍裡面 找什麼 找1號 這邊找1號 OK 17次 總共有幾個號碼 用Count 去計算 開講91 總共幾個號碼 OK 那這個都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算什麼 算它的機率 結合在一起就這樣子 1號出現的機率 除以什麼呢 總共的號碼次數 就會是我們的機率 OK 先到這裡好了 那如果說 你有些動作做不出來 沒關係啦 在哪裡 在我們雲端上 雲端白板裡面 有找到那個 106的這個 雲端白板 點開來看一下 開講91 然後 公司在這裡 試試看好了 OK 畫面先畫面 這個地方是 機率的話 實際上就是 就是指的是這個機率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 開講91 還包括特別號 因為剛剛有同學選的時候 這個特別號沒選到 記得這個要選到 OK 那再來第2個 92也是一樣 再來第3個 統計分析 那我分成兩個 一個是 1號 在全部裡面 開出的 是 是